中共肺炎全球爆發 各國包括香港 口罩和洗手液緊缺 紛紛開場生產 但香港一位設計口罩的化學博士披露 大陸口罩的原材料造假 香港大學化學系博士K礦礦士山 日前研發出可循環再用 香港製造的口罩HK Mask 更把圖紙上傳到網上交全民DIY 它接受本台專訪時批揍 曾經測試1000個不同口罩 很多口罩裡的溶噴布是被穿了孔的 是質量不合格的假口罩 大概都累積了一些經驗出來 為什麼農品部會出事 知不知道農品部從哪裡來的 全部都是大陸來的 現今買到的大陸來的 他表示香港人很重視商譽和道德 假口罩事件很損害香港商人形象 那麼最大件事的問題就是 我們香港人其實都重視商譽的 就是說如果那樣東西不行 其實你的損失很大 所以你是肯定沒有問題 你才敢拿出來整的 除了口罩及口罩原材料之外 很多大陸出的酒精 很多是工業酒精冒充的 他建議民眾買老字號品牌產品 以保質量 請唐人記者桑尼梁珍香港報導 請唐人記者桑尼梁珍快福� 那 radical要吃 最多的恐怖